好我这边 我这边再说明一次 就是我们从这里的这个练习3的 第一个chunk的程式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两个 我们第一次至少是 如果你之前没有学过R 你会是第一次碰到的两个 叫做运算子的符号 第一个这个叫做 管道运算子 我这个讲义的这个字是写错的 之后下次更新 我这会更改 那大家先记得叫做管道运算子 然后第二行这里 我看到什么 这个name后面它又再加这个 加这一行 然后请注意看这个管道运算子 它后面它一定要加一行 它才会是成 它才会是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函式 好那个 那个今天最后一个练习 我们会再来看这个管道运算子的一些 它操作上的技巧 然后这个匹配运算子就值得 也是也是值得大家去学一学 好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的这个主要的功能 它这个filter 首先这个filter这个函式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只要 因为这个我们就可以只要执行 就是说date这个这一行就可以 好我就直接给它ctrl enter 好然后 因为它我们是直接执行 所以要稍微等一下 好 ok那我们就直接 因为它现在已经贿入了 我们就直接看一下那个date 好 date它的一个功 它这个filter 这里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filter的功能 最主要就是说 说 把你的这个资料里 这个资料里 资料里头 符合filter参数里的条件 它就把它给过滤出来 好 那filter里面的这个参数 应该说 filter这个函式里的 每一个参数 它都是一个筛选的条件 那筛选什么 都是根据 弱 根据列来去筛选 好 那你们可以看看 首先我们就看第一个 不 我们先讲第二个比较简单 应该大家看了就会懂 好 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是性别 是女生的筛选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date 好 我们记 对了 我们上次不是学到说 hat 我们可以看手 看这一串资料的头 头六列 头六笔资料 好 可以确定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 因为很多资料都是上千上万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他的头中间或是尾 好去看 那 R的base还有一个韩式叫做tail 尾巴 好 有 你们可以想一下 没 在R的韩式里面很多都是 都是成双成对甚至成组的 那么有头就有尾 好 那你们可以看 这个就是 这里就显示说 到最后一年 到最后一年是2017年 然后2017年里面 是女生的 然后是有符合 这上面 这一串 前面这个第一个参数 Name 然后是有这个里面 这四个名字的 OK 好 就是可以去做 做 呃 就呃 就是会把它给挑 所以会把它给挑 你们可以看到2017年 他就只 他就会只挑出这 上面写的这四个名字 那你们这边也可以学 还可以学到一件 一件一件事就是 这个是R里面的这个文字 或字串的向量 就是像这样子 名字的排名 就是名字的排列 好 因为原来这个 这个babynames里面的Name 有上千个嘛 那我只要过滤出其中的 这四 每一年是女生的 这四个女生名 名字的资料出来 然后 这个39到40 这个就不用多 就不必太多说了 就是根据这上面 这个抽出来的局部的资料 化成这样的一个折现图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他把1880年到2017年 这四个女生在每一年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四个女生的名字 在哪一年是美国人最爱给女生 取的名字 好像像很明显看到这个绿色 就是Beverly 好 是19 大概是30到40年代 他是很多人爱取 但是 然后最高的这个是 Kesling 好 就是1950年 这也是为什么 那个好像 这个为什么 那个美国比较有名的第一夫人 是叫K 叫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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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560年代之后 美国的那个第一夫人 叫K 叫K 叫Kesling的大友人在 就 从这里看就不意外 好 然后比较有意思就是 Emily 是大家可能也比较有印象在什么美剧或美国的电影看 最常听到的这个女生名字是2000年代 大概1990年代才会出现的 好 那现在呢 有一个限量题 就是算是说这个第一个chunk的活用 大家 你自己想想一个另外一个E开头的名字 然后取代这个Emily 取代这个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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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画成这个折线图 把它给贴到那个讨论区 就是给大家做稍微动动动动手 好像可能已经有人已经画出来 再来四位同学就好 这个比较 今天比较copy 这个把图也要画出来 荧幕快照一定要有看到 这个办法就 一二 一二三 三 好 有点找到A 还有找到这个A 还再一个 再一个有效的贴图就好了 OK 好有了有了 好这边有 好 那个我就看 这个有点在比那个手速 好 那个第一个 这个今天的第一个限量题 然后马上就有一个了 就是在下一个 下一个稍微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chunk 练习三 第二个chunk 它跟第一个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可以看到 它也是过滤出名字 但是它没有放这个性别 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些刚刚所示范的这四个名字 不是只有女生在用 没有 连男生都有 这个是从美国 从1880年一直到今天 这些名 可能都还有一些男生 是取叫 Emily Casseline X Beverly 这样子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它这边 它等于是在示范了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把这个男生跟 跟 你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 它现在是在那个GG Plot 这 这里 它反而是主要 主要是加了一个 就是第三行 这一行就是代表说 如果我今天这个资料 还可以再分组 我直接来执行一下这个DAT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部分 好 大家可以看到光是1880 1880年就有那个男生 12个在1880年出生的美国男性 是叫Beverly 所以在这里它就是说把 这个GG Plot 2 这一行它的一个 它重点是这个第三个 第三行 它这个是GG Plot 里面的一个 用来做分组绘图的一个函数 就是当你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变相 是可以做分组 那这个做分组就是这个性 就是这个性 就是这个性别嘛 那就是用它这个方式去做分组 好 那么我在这边呢 要教大家一个 刚刚有点剧透啦 你这个现在又要比手术 你们来看看 把这个NRAW改成ENCORE 你们把这个告诉我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参数它的效果是什么 好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那个发现 现在是第二个咯 好这个第一个出来 要加上说明哦 这个辛惠同学 请要加上说明ENCORE是什么 是在于是什么样的功能 好这个也是 请加上说明 不要只看 只贴图 这个要加说明 就是要加上说明说 就是这个NRAW跟ENCORE 是什么样的功能 你们还可以再改 你们贴图可以赶快再改 就还有机会 OK这个有 但是你要贴图啊 OK有 终于有 有一个 不过这个勉强 算 算OK啦 但是 比较可惜的就是 这位同学 你再把图贴上来 就完 就完 就完美了 好这个给各位看 你们可以 这个也是给大家可以看 这个R 用这种方式 你其实 就是 你只有习惯这个工 这个工具 它 你可以自己 好 自己教自己 OK OK 这边就聊 这边很可惜 OK 嗯 这个应该说是显示 因为前面 后面已经有同学很明显 就是 显示 是并排图 是并排图 是图 因为现在的目标 现在的重点是 是 应该注意看他 他在绘图 函事里 他的功能是在于 怎么样去排这个图 好 像这个同学 现在是 答的最好的 好 OK 123 好 不要copy别的同学了 因为主要更正确的话 是 是 是 跟 以列来 呃 弱是 根据列来 列来排 core 是 根据那个 蓝 蓝 来去排的 好 OK 好 这个只是先给大家 大家有一个牛 那个已经有 满五位了 所以我们 我们这边就暂停告一段落了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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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 呃 改成了另外四个 比较像是男生 的 名字 好 那他其实跟那个 三之二 其实也是 差不多啦 好 就就只是说 说把他那个 把他改成了 呃 呃 男生的名字 然后再 显示一次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San 这个名字 他是 他是那个 好像是那个 是十 然后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 好 比较多男生取的名字 然后 然后到了 到了 可能是到了一四大 1940年代之后 就是 San 叫男生的San 甚至叫女生的San 几乎都没有 反正是 Jordan 很多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名字 Jordan 是 就是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是Michael Jordan 可能这个 这个应该是跨世代都知道 然后我自己也有认识一些 美国的朋友 是女生喔 也是叫Jordan 好 好 那这里 主要就是 有一个活用题 这个就各位客后再来看看做 就是 请你们自己去找 任何四个 就不要是这个 是这些 出现在这上面的名字 任何四个 好 你把它 就是 把程式嘛 跟这个图 一起回复在这个讨论区单元 就是说明说你这是怎么样做的 好 那你是怎么 当然你也可以稍微 稍微讲一下 你是怎么样想到 你 这四个男生的名字 好 这个是活 这个是属于是 今天这个的活用 这个的部分的活用 那这个就 就请你们 你们就 在下课之后 你有时间的话 就是可以去做做看 好 就回复在讨论区中 OK 好 那这个练习三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疑问 如果有疑问 请举个手 那我们要再进入到练习四楼 就是另外一个 select 这个函式 我们看一下那个电子书怎么样 他能 关于这个 这个范例的介绍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select 其实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我们已经 透过画图 认识了 feel 认识了 feel feel 这个函式 那select 等于是 feel feel feel的另外一个版本 feel 是 是去选择 这个资料中 符合这个条件的 谋的哪几列 或者说是哪几 哪一些资 哪一些资料 那select 他就是 他就是说要去选择 就是 是哪一些变相 其实在上一次我们已经 上次 单元4 我们就已经有用 有 有就是提 有就是在一个练习中去 体验 去知道了 认识了他的功能 那这一次我们来 来那个认识一下 他更进阶的一些使用的技巧 好 例如说像这个第一个像 那这个 呃这个练习室呢 要请各位同学自己去 呃自己去加chunk 加chunk了 哦 然后你们要说 要说 要说明一下 有没有你这三个chunk 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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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的 所秀 所显示出来的功能 有没有什么差 有没有什么差别 首先这一个chunk 它是 把 呃我们先执行他一下 就是 就是 把那个除了那个 人数 N 之外那个变相 把另外这四个变相 好 我们就只要选出来 好 那 另外一个 第二个 呃 我这也要再加一个chunk 就叫做A4-2 这个 这个 呃今天 这个有很多单元都是要 这个 那个现在开始就是要同学要自动 要自己学 学会自己用 用chunk 因为这样子才是 才是比较是 是真正会使 会是使使用的方 的方式 好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它其实它的这个输出的结 结 输出的结果 会跟 第一个 的这个程式吗 的输出结 结果是一致的 就是说 除了N之 N之外 它 每一 它每一个 都是 它就是只有保 保留另外四个变相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 它的 刚好 我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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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妮特一下这样子比较好比较 就是看起来比较好比较 好 嗯嗯 还没有 妮特出来 好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旁边 左边画画面上左边这个 这样子比较好看得到 你们有看到这个第一个区 第一个chunk chunk 它的程式吗 比 第二个chunk的程式吗 还来的长 然后第二个它主要就是说 把 不要的 我不要 选进来的那个栏位 就是在前面加个减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他们这两个的这个 输出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 当你是想要去选择 或者说是要选择局部的栏位 那你如果是有一些是不要的话 你可以说用用这种方 用这个减 然后减掉它的这个栏位的 又会变相 变相的名称 你就可以得得得得到你想要的这个局部的结果 好这个请记得要记录哦 好 好请记得记录一下这两个差异 然后 大家现在来再看 然后现在最后这一个呢 是要正式的 因为前面这两个chunk 只是把 只是做一个示范 告诉 给各位知道说 我可以 用 我select可以这样子用 那最后一个chunk 是要存到一个物件里头 那因为是后面的练习 我们会用 会再用到的 所以 请记得一定要用 一定要再加 后面这个 好 这个是 for后面的练习 好 你们也可以 这边也给各位介绍一下 你们可以注意到 包括电子书 还有我现在直接示范 我都有 我都有在一些程式码的后面 加这个注解 这个是可以方便 因为 之后 这个慢慢的 这个程 这个程式码会越来越 会越来越多 那你都要去学会 你要记得说 你这个程式码是 写出来是干 是做什么用的 那么可以用这个加 在这个程式码后面 加一个注解 就是来做说明 好 在练习 select 应该很简单 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这个练习5 也是一个 有时候也是一个会常用到 有会 看是什么那样的状况 会用到的一个 dplyr的函数 叫做arrange 排序 好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电子书 它的那个 它的示范 它的示范是说是根据babynames 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那个babynames 就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abynames 它主要是按照说 是人数由多至少来排序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想要 根据那个名字来排序 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这个程式码的写作技巧 大家可以学一下 它这边是把那个 其实在这个可以写在同一行 但是它为了注解的方便 它刻意把这个两个参数给断行 那第一个参数 它就是说明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我在这个函式里 要去设定的这个 这个资料集 然后第二个参数就是说 我要用这个资料里面的哪一个变相 来去做排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结果 包括在前面 从前面的我们来看一下 从前面的这个 主要的就是select 还有现在这个 arrange 他这个前面 他都是用这个 点 date 对不对 用这个点 date 他点 对不起 更正 点 date 点 data 来去 就是 放到这个 函式里的参数 好那这个呢 这个呢 点 data 主要 他 他 他其实可以不用加这个点 但是 他在这边 你没有注意到他都是加这个 加这个点去用的 好那这个是 其实是有一个 程式写作上 这也是一个 程式写作上的技巧 好那 在这里我一直都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 这里 我就是开放给同学 去 请同学 我要切到讨论区 切到 请你们呢 在 这个 讨论区的 并不是这个单元5的讨论区 这个点 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 这个技巧上面 请你们在 你们可以在这个 问答 对不起 应该是哪一个 OK 这个好像目前还没有 好 就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 这个是属于是 跨单元 都会有的 有 出现的一个 一个 蛮 特别的 一个程式写作上 或者说是 资料处理上的技巧 好 请你们就是 如果你们有 谁找到 或是想到 比较好的解释方法 就是说明说 为什么这边 这几个都是 都是在这个 data 这个参数 都是在前面 加个点 你找到比较好的解释 请在这个 问答发言指引的下面做回复 好 因为这个是属于是 跨单元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就是值得大家 一起来 来 来好好认识的 一个 技巧 好 所以就是给大家这个 给这个 机会 好我们现在看 这个执行方法 它现在就是 就是变成说 根据 在这个babynance的所有 他有记录的那个 这个baby的姓名 按照姓名的字母顺序来排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2007年在美国开始 所以叫做什么 我不清楚 两个A 两个A要排在一起 应该用长母音发音 他应该是欧洲来的移民 你叫 那叫abam 应该 我是记得应该用长母音发音 不过我发音可能不是很好 如果说有外文系 系 或者说比较有专心的同学 你知道怎么发音的话 请可以那个 再告诉大家 那在那边 是可以看到 他这完 他这里就是arrange 就完全 就是按照这顺序来排列 那 这个会用在什么时候 就是 其实说穿了 就是 在今天上课一开始 跟各位提到我在 发那个个人回馈单 给各位同学的时候 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所遇到的那个问题 好,那其实是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arrange 这样的函式 来去解决的 好,那这个就请大家就是 来 你可以再去 把这个name 改成其他 我觉得 我是觉得改成 你可以把它改成 其他像是 人 改成人 改成人数 改成这个 比例 性别比较没有什么 因为就两个 还有这个年 还有这个年 这个年份 等等 你去看看它有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记得在电子书 电子书还有介绍一个 你可以看到它有两个chunk 这两个chunk 它的这个范 它的 它这边这个是把这个根 根据年 去做那个排列 好,你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根据年 根据年份 它就是从 然后你们注意到 它是从 它这边又在年的这里 再加了一个韩式 叫desc 这个好像叫做 降命排列 就是从 最 以数字来说 数值越大的数字 就排越前面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然后它这个的执行效果 这个我就不示范了 这个请你们自己加chunk 自己去测试 那这里你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从2017 就是从最 最后记录的这一年 开始来去排 然后最后 这个chunk 就是给各位同学 那这边你们看到 它很猛 它就是把三个栏位 一起排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就给大家来去试试看 你们在你们在你们的作业里 就是写出说 你观察到 这样子测试 用这三个栏 用这三个栏位去排 那有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有给一个提示 你们可以把 这个 你们现在看到它的顺序 是这个年性别 还有比例嘛 你们可以把这三个 把这三个栏位的顺序 给调换一下 多测试几次 看看 好 这样子 好 好 这个 作业的提示 有没有什么 演练的提示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就 就是 现在 可能是 呃 现在那个 呃 就在上课中 就是我 就是给 我看看时间 应该还 应该还 够的样子 好 没关系 我这边 因为在那个练习6 是要再进入到一个 Field 要再对于 要再对Field做一个介绍 好 那这边呢 我先给你们那个 五分钟 先来那个消化一下 Select 跟Arrange 上面的这些演练 好 然后我们 我们可以给 可以给各位五分 五分钟 我们 我们再来到那个演练6 因为我觉得今天进度还蛮快的